回家快再下班吧 我们下班 那跟我回家吧 监视器画面上白色机器人不断怂恿同伴回家 搞笑画面网上疯传 浙江一间科技公司的监视器拍到小机器人夜闯大厅 业者报案声称有12台机器人集体失踪 网友看了这大型拐卖现场 笑称机器人造反了 机器人拐卖同伴该怎么判刑 当然这些场景都是设计好的测试环节 影片也是噱头 不过能轻松拐跑这么多台 倒让业者始料未及 原来这AI人口贩子大名叫二白 二白你怕不怕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我在搞笑了 二白除了会遛狗 现在还解锁拐人下班的技能 中国近年加强发展各类机器人 20日在浙江乌镇展开的 2024世界互联网大会 人形机器人成了最大亮点 那么现在在我身边这样可以行走的一款 国产自然机器人 它目前已经可以实现行走摇头握手等等的功能 有机器人导游带你逛展览 随时都能和人互动 可能成本上来说就是接近百万级别的一个级别 主要的柜一个是它的一个处理器 它是有非常多的自由度 四十几 四十一个自由度 那它就会涉及到非常多的关节 各式各样制作更细致 动作更逼真自然的人形机器人 在博览会亮相 另外像机器狗也被用来执行这次大会的保全任务 AI发展锐不可挡 持续成为未来科技的主流趋势 在你的新闻科亚韩报导